大家好,我是彩虹 想吃面包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即使没有烤箱 也能做出完美拉丝的面包 还不用揉手套模 做法超简单 先在碗中打入3个鸡蛋 每个鸡蛋的净重是50克左右 加入4克酵母,20克白糖 充分搅拌均匀 再加入350克 适合做面包的高筋面粉 25克奶粉 搅拌成絮串 再加入80克牛奶 由于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牛奶可以预留10-20克 根据情况适当增减 最后再加入20克椰子油或黄油 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揉好后是偏软的 但不会粘手 移到案板上像洗衣服一样推拉揉搓 大约揉10-20分钟左右 检查一下,可以拉出粗膜即可 不需要揉出透明的手套膜 放回到大碗中 盖好,醒发至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鼓鼓的 看一下发酵效果 然后加入一把洗净的葡萄干 或是其他自己喜欢的果干 把葡萄干揉进面团里 顺便排气 微柔点不要用力去揉 避免把面筋揉断了 平均分成八份 再把每份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再把每份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然后把小面团 依次摆入到8寸的蛋糕模具里 别忘了底部铺上油纸 边缘刷油 这样方便脱膜 盖好,醒发至模具的9分满 按一按很有弹性 就说明发酵好了 表面再刷上一层蛋黄叶 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凉水上锅蒸 水烧开后即时蒸40分钟 这样有人的大面包就做好了 出锅后直接脱膜 防止底部潮湿 颜色 底上下全部都上了颜色 就好像烤鲜烤的一样 特别蓬松轩软 撕开后见证一下拉丝效果 简直不要太完美了 这是比烤箱烤的还要好 都可以一条一条的撕着吃 蒸出来的面包不干不硬 超级柔软 吃多了也不怕上火 今天做的面包因为放的糖量很少 几乎没有什么甜味 吃的时候也可以在表面刷一些蜂蜜水 再撒一些椰蓉 也别有一番蜂味哦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